每年清明节 南投仁爱乡亲矮村 就有不少族人会借着假期返乡祭祖 同时也会带上祭品供奉 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思念与感恩 今年社区发展协会 更是进一步联合部落青年会 妇女会等单位 扩大办理清明节联合追思扫墓活动 希望不分彼此与宗教信仰 借此凝聚族人情感 只有一年一次来这边大家都聚在一起 有那种温馨又很感受的说 互相联络感情 我们都希望是凝聚大家的力量 然后一起办联合的追思活动 就是不分宗教 不分族群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希望部落会更好 这次的联合追思扫墓活动 除了请来牧师进行追思礼拜 缅怀祖先 也特别请来祈祷讲述部落的迁徙史 让年轻族人更了解自己部落的历史脉络 并持续传承部落文化 此外活动中也延续过去的传统 办理一家一菜 让大家在会后一起享用 部落的亲衣室 这个就是让说让长辈来介绍我们 从以前是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现在的亲爱春 然后讲给我们这边的青年会年轻人听 藉由这个来我们青年会做一个传承 做出一个文献这样子 因为既然办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也都会带自己的菜肴 来那个祭拜祖先 我们就想说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一起出力 然后办理一桌一菜来祭拜 然后爱餐大家一起享用 亲爱社区发展协会 李市长表示 每年清明祭祖追思礼拜 是亲爱春仅次于过年的第二大节日 不仅成为部落特色 今年扩大办理就是希望强化 这样的部落传统 让旅外族人每年在这个时候 都能返乡祭祖团聚 原始新闻后 南投仁爱 早文报导